看一下这套题,这套题考察的是这个 补码所能表示的绝对值最大负数 什么是绝对值最大负数,其实也就是最小负数的意思 那讲到这个的话,我们首先要从0开始讲起 我们知道0在圆码里面是有两种表示方式的,对吧 0、000和100都表示的是0这个数 那在圆码变成补码的过程当中 它们就变成了一样的,就是0、000 就是只有一种表示方式 所以相对于圆码而言 0占用了两种格式,对吧 用来表示0,补码只占用一种 所以呢,补码会比圆码可以多出一个状态 来表示其他的数 那我们知道,对于这个圆码它所能表示的数呢 对于N进制的这个数而言 就是负的2的N-1四方-1到2的N-1四方-1 那原码,这个补码呢,就比原码多了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人为的规定,这个数在一个N位的二进制数里面,对吧 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负的2N-1四方,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,是一个人为规定的 所以说,在很多考题里面会经常考到 然后它也可以做一些特例 用来判断我们这个ABCD中 可能有某一些就是选项是错误的 对吧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那大家要把它记好 特别好用 所以这套题的答案呢,就选择C选项 对吧,我们把这个64带进去 我们会发现,它所能表示的绝对值最大负数 也就是最小负数,就是负的2的63次方 答案选择C,这套题讲解结束